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参加的同学宣讲静摊竞速的内涵 所以四位高中同学对静摊特别有感 就是自于家做生意的 然后就是卖包子的卖面食 所以比较常用到塑胶袋 所以希望我以后当上老板 继承家来之后能改善这个问题 让大家不要再那么常使用这些塑胶垃圾 然后进一步造成黄金伤害 不然的话我平常在家里睡觉 要打电动玩电脑就没有意义 所以谢谢黄鱼老师让我这个机会 像海洋上很多垃圾袋都是我们丢的 我们现在来用也是应该的 对海洋清洁日嘛 然后福祉团体呢 有办这样子的活动 因为三好校园嘛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让学生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然后能够接触到一些 真正为善 然后爱护环境的人 这样的话对他们的 在他们的身心上面 能够彻底的改善他们的人格特质 一名印尼义工推着95岁老太太 连续第二年来参加景派 不关键好像不关键 可是我们印尼不想 还没有机会这样 好像带完认识这样的活动 因为很好啊 所以我们的附近 看起来那个很干净 还是什么也 真的蛮好的 真的好好 我希望印尼也是 以后有这样的活动 好如果今天这些 你捡到的垃圾 你不把它捡起来 那这些垃圾又回到海洋去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被绿稀龟被海鸟吃掉 然后他们就会去天堂 冰摊结束之后的有奖争达 答题很踊跃 连六岁小朋友都知道 要力行环保 自己带环保带吗 可不可以 自己带环保带算不赚 当然赚啦 掌声鼓励 非常好哦 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恐怖来疆 恐怖拿座交代开始 啊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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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